苹果iPhone 5还没有在台湾上市 国内公司提前推出新型手机 要在智慧型手机市场抢下一席之地 华硕16号在米兰台北同步发表第二代变形手机Pad Phone 2 宏达店也举行了全新旗舰机HTC One X Plus的上市发表会 较近意味浓厚 两家公司新推出的新机种有什么特色和优点 带您来了解 当它结合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和直解 PayPhone 2变形手机使用直立式拔插设计 创新直觉式使用强调影音及云端功能 所拍的照片或所写的笔记可立即同步上传至云端储存 透过直立式结合平板基座还能切换为平板模式 扩增荧幕视野 这是一个全新的旗舰 它不仅在CPU是目前顶级的 这个智慧型手机速度最快 同时它也是容量最大 HTC One X Plus为One X系列最新机种 标榜速度更快 容量更大 耐电更久 超值不加价 方便单手操作 摄影中还可同时拍照 内建美机效果和定时器 方便喜欢自拍的民众 将两只手机与苹果iPhone 5来做比较 荧幕方面苹果iPhone 5 4寸 HTC One S Plus及华硕配phone 2为4.7寸 对于处理器 华硕及HTC不约而同提升至四核心 规格上明显胜过苹果的iPhone 5 记忆体方面 华硕使用2G记忆体较优 储存空间都为64G 照相机部分 苹果及HTC都是800万画素 配phone 2则使用1300万画素 不过 想要拥有配phone 2或HTC One S Plus 代价可不便宜 配phone 2变形手机 加平板基座 要价新台币27901元 HTC One S Plus 空机建议售价为20900元 新一轮的手机大战即将展开 今年的平均月薪却调转无望 民众想买新手机 可能得先看看自己的荷包后 再做决定了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 林家伟 台湾 台北报道